大家好,也是我Snakey和師傅 3.16目前就玩了3.5個流派 托方的平價獨樽,賺錢的龍卷射擊 爪數的能量之隱,追夢的千字力抽 我心想可以資源重用 玩了炒家最愛聯盟限定 RAIDAR DORIANI PROTOTYPE 黑黑負電甲閃現打擊 想著反正最貴的追憶戒指和皮帶都在手 殊不知炒價比想像中恐怖 只是傳奇裝備已經用了幾十EX 單單條頸鏈已經製造了百EX都未製造好 太難玩了 不過最後都是毅力勝出 終於做好所需的所有裝備可以享受遊戲 最後成功掛機30層 以及完成遊戲中所有內容 希望可以幫到對災驗限定流派 千字閃打有興趣的朋友們 事不宜遲,我們立即進入地圖showcase部分 由於今次流派越以往有更大的不同 所以我們會以幻象二屆第30層作為展示的部分 並且只會用單件閃現打擊解決最後一層 我們開始之前首先提示各位觀眾朋友們 玩閃現打擊的時候 眼球千萬不要跟著角色轉動 留意地圖、角色狀態、動態、視力 追著角色真的會暈的 好,那我們開始吧 3.16轉世災驗的焗爐系統是會隨機將一件裝備 練習出一條增益池的一條減益池序 而負電甲多利亞利之形就正正設合我們這個聯盟的機制 因為負電甲多利亞利之形其中一條池序 就是附近敵人的閃電抗性等於你的閃電抗性 意思即是只要我們將自身的閃電抗性拉到一個極低的數字之下 周遭敵人的閃電抗性同時都會處於一個極低的數字 配合聯盟機制之下 只要主出相關減電抗的詞序 就可以達到最高有-200的閃電抗性 敵方的抗性就形同裸體 配合千字電爪、智恆之手 角色附帶1800的智力 就會有著980至更高的閃電傷害 從而達到一個非常可觀的傷害加成 做出一個輸出來說相當不錯的效果 與此同時多利亞尼之刑還有另一條詞序 護甲同時承受來自擊中的閃電傷害 意味著角色只需要有極高的護甲值 就可以同時抵擋閃電以及物理傷害 滿格檔再配合幻望性盾 對呀又是這個盾 角色機體有著高護甲、格檔回復 以及混沌免疫的異能肢體 將機體的防御力提升到一個極致的效果 只要一下殺我們不死又可以繼續打 由於之前的能量之刃已經介紹過 我們無謂再重複吧 在片段後方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只有一個閃電打擊和腳仔 就可以掛機完結30層的幻象二階 的確是有料的 鏡頭一轉我們就去到 夏烏拉無瑕烈行石 再一個單鍵打王的示範 同時我們會解釋一下 為什麼要用閃電打擊 而不使用其他的技能呢 其實為什麼會選用閃電打擊呢 最主要一定是因為型 其實除了型之外 閃電打擊本身最難處理的 就是防禦面的問題了 經常失控亂跳的閃電打擊 他爽快的同時也有一個弊柄 就是當傷害不達標的時候 其實是非常非常危險的 而這個流派的組裝之下 配合極致的防禦面 閃電打擊就可以做到一個掛機的效果了 只要我們不死一定能打得贏 後方影片展示的部分就是最好的示範 儘管傷害並不是極度優秀 在一個不死的前提下 只需要找東西握住Spacebar 就可以專心看器 同時又可以販一下錢 大家聊聊天 打完30層打完一隻BOSS 中間又可以看一看器 掛機閃打Multitask 簡單直接 在完全沒有任何輔助技能之下 只要裝備達標配合真人物理 就可以做到單件掛機的效果 一邊打一邊看電話 所以這個流派所需的裝備 雖然炒得極貴 其實玩樂之後覺得都OK的 又行良版又可以掛機 所以真的貴一點也沒辦法 大家好 又到了解說部分了 今次的解說部分 將會在幻象二屆SIMILAR CRUM 進行這個講解 目前我們可以打到25層 為了表示這個流派真的可以掛機 首先我們準備一部電話 然後準備一部電話之後 我們開開下一層 然後我們用電話 閉著Spacebar 按鍵 我們把Spacebar 按鍵 教了閃電打擊 Figure Strike 閃打之後 就可以進行掛機 我們正式進行講解部分 我們的解說部分 首先我們由機體組成部分 開始講起先 我們看看 我們的Lighting Resistance 我們的閃電抗線 剛好是-2801 即是多一點 所以說這個Build的 Min Maxing 方面 非常困難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我們會有四件傳奇裝備 我們的手套 我們的爪 我們的手套 然後我們的盾 還有我們的甲 就有四件傳奇裝備 全部都是主出負雷電的 我們這個爪是-25 我們的手套是-25 我們的空格是-23 然後我們的盾是-26 這裡大概是99-100 差不多 然後我們的天賦樹 就用了三顆希望資源 同時會減14 然後又會減19 下面又會減19 這樣的組合之下 才是勉強去到-200 我們留意一下 掛機的時候 如果去到一個位置 不會自己閃來閃去 我們是走回正常位置 就可以進行繼續講解了 OK 剛剛講了這個-200的來遊 但是-200同時 我們是因為會有三顆希望資源用了 我們的火礦冰礦 都是非常緊張的 那數字 大家可以看到我們的頭部 戒指 鞋 皮帶 都是充滿著火冰礦 因為不可以有電礦的增加 在這個情況下 我們的火冰礦 數字要求就非常高 看到我們的頭是加40 然後我們的戒指 皮帶都是四字頭 我們一鞋正以為是T1 在這個狀態之下 我們的抗性 都是僅僅有88和83 即是剛剛好達到75附近 其實都不是多很多 所以說這個標的 min maxing 方面 是非常非常緊絕的 好了 之後就跟大家講 這個等級的需求 大家看到等級需求 角色已經去到99L 因為這個角色 就是之前打五軍的角色 他打到99L之後就沒有打 用了那個角色 就轉回合客去玩這個標 大家看到 就算是99L都好 那些天賦點都是點不完的 我還差一點才是點得滿的 因為每個要做到同時 滿這個物格 發格 都開到這麼多組光環 我們有八組光環要開的 所以我們也要開兩組小型星團 來幫助這些光環效果 包括有蜘蛛 我們有一L的精準 因為我們要配合看守之眼 然後我們有1L的清晰 亦配合看守之眼 然後我們這裡有三個光環 又是綁定光環 各樣的東西 整個裝的面膜 是非常非常麻煩的 所以這個標 這麼麻煩的情況下 但就做到現在我們畫面 真的在一個不用用手的情況下 藥水也會自動喝 然後打怪打三十層這些基本的東西 都是可以就這樣按著 插鍵就可以完成 當然它的造價是非常非常非常之昂貴 因為炒價實在太多了 因為以前這些普通的戒指 可能在外面賣的售價 平時都可能是2EX、3EX 這些戒指這些鞋 目前在外面的市價已經到50EX 頸部份 可能過8EX都未必有 然後又是那些12星團 又是這一組 跟剛剛的千字力抽差不多 不過版本就變了磁盾 這些星團又是去到天價 亦都是用最貴的那顆人格分裂 在這麽多昂貴的裝備之下 亦都是聯盟限定 因為下季就不能再煮食了 下季的-25 Lighting Resistance 這一個術詞應該就消失了 起碼官方就已經說明 這個聯盟的機制僅次一次 遲些會不會有其他方法 去令到我們增加上面那套詞 就另作別論 但目前以資料來說 煲飯焗爐這個機制 將會只有3216 過了就沒有了 所以這一個裝備 除了它的MIMAX複雜 困難 還有它有限定的原因 所以炒的風氣 是非常非常之厲害 導致到裝備非常非常昂貴 但是它這麽昂貴的時候 亦都真的做到我們眼前這個效果 就是真的什麼都不用做 你都打贏的 如果你想大力一點的話 我們可以開回增益效果 就會打快一點 但是為了表示真的要單件 對不對 又好東西 又是一件垃圾 又是一件垃圾 糟糕 看看這份稿還有什麼說 對 如果是有能力 和喜歡玩閃打的朋友們 師傅是建議 弄一套出來 因為它真的很昂貴 但是它真的做到的感覺 是之前的流派未必做到 因為它亦都做到 我們叫Kind of 利用了聯盟機制 更開心了 然後它又真是很硬的一個閃打 它傷害不算特別出眾 但是絕對是足夠應付所有內容 如果是經濟情況許可之下 即是可能放久一點 又或者是 自己去煲一下這些裝備 碰一下運氣 如果煲到的話 都是非常之建議大家 試一次玩這個流派 因為的確是很過癮的 這樣聊聊聊天 突然間打人家是很棒的 平時看到其他流派 可能打得很辛苦 但是這個流派 真的做到 它大部分的內容都不會死 當然可能之後就會死 也看到等級方面 是有上升的空間 只要打王的時候 認真一點點 和不要太黑仔 就沒問題了 然後如果我們做爆發 都是做到的 先把鍵盤 先把電話下來 先把相關的 增益的圖騰 再把相關的水球 然後我們這樣按住 因為我們長期有護體 各樣的支持之下 受到的傷害 就算不是擊中也好 傷害也會比較低一點 然後我們碰一下運氣 我們就搏一下 看看會不會這樣死 只要一成功隔擋 能量活動就馬上來了 我們又再打開 剛剛所說的增益效果 看到比我們平時 單件的時候 速度快很多 所以其實傷害 只要有正常的設置 其實傷害也是在 所以綜合來說 這個流派 玩下去之後 是會比想像中 有感覺 但真的很貴 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 玩閃打的話 都非常建議做一隻 今天的解說部分 就到此為止 之後就去到掘礦 將會有十天的無限擴斜 無限擴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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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會有十天的 師傅都要去玩幾天的參與 因為之前都沒有玩過 相關的賽季 那就去試試玩 希望到時直播間 看到那麼多位 我們今天解釋部分 到此為止 我們看看 掛不掛得到三下層 大致上就是這樣 長城的文字寶原 將會提供天賦 製品、技能鍊 以及裝備的選擇 有興趣的朋友 記得去到網站看看 相關資料 Ada Doriani Prototype Freaker 合黑附電掛機閃打 評分就如下 輸出方面 其實只有七分 當裝備去到一定程度 配合相關增益圖騰各樣的 前置準備功夫 其實傷害是相當不措 會有八分的水平 不過真的很多增益效果 所以要去處理 圖騰太脆 也要補充水球 如果要不停補充來維持傷害 所以稍扣少少分數 七分七分 生存方面會有九分 整個流牌的唯一缺點 就是面對地板和持續傷害 只要是擊中類傷害 高護甲配合80大兵礦 很多傷害都會配合格檔回復 進行無敵感覺 所以做到整個流牌 在幻象二界三十層 做到掛機流 當然都是會死的 不死就滿分的 速度方面會有十分 閃打清徒 沒有什麼需要討論 一個不太需要留意防禦面的機體 為拆圖帶來更快的效率 十分完成 造價方面會有兩分 大家冷靜點 為何還會有分數 其實都是有些原因的 專棋部分都可以自己碰一下運氣 而鞋、戒指、皮帶都可以自己靠精髓點出來 本身裝備要求的持續 其實都是很傳統的智力和抗性 不過由於炒價滿天飛 才令到整個流牌的造價直線上升 流牌本質上 裝備要求並不算極高 追憶皮帶和戒指都是屬於高配版本 入門版本如果將就少少 以150負電礦為目標 1500智力為目標 裝裝備慢慢換上 其實本質上都是可以運作這個流牌 所以這個流牌造價低分 不是因為有綁定裝備或裝備需求禍告 而是炒價的問題 那群仆佳真是 現實世界還炒不夠嗎 打機都要炒 正仆佳來的 綜合評分連造價就7分 聯盟限定的掛機閃打 以機體造價以及周邊情況配合做到相關的效果 整體遊玩樂趣其實是非常好的 有速度有傷害最重要是真的不多死 而在當下可以做到掛機打30層的流牌 其實真的非常有限 唯一可以邊閃邊清場 但是最缺乏防禦面的閃現打擊 竟然可以做到不死 整個感覺是真的爽和真的會玩壞手 這樣打到幾次Maven、Syrus等 應該很快就不會正常回避秘招打的 而且只限定兩個字已經有了 最痛苦的永遠不是不夠錢 而是之後有錢也玩不回 很有機會這個流牌和之前的無限手套閃電打擊 是很接近的 可能一度成為絕響 趁賽季還在 如果有本錢的朋友不妨試一下 如果未有足夠資源的朋友也不要灰心 熱潮一個就一街蟹貨 到時才接手來感受一下這個流牌 都未失為一個好辦法 那今條影片就到此為止 再一次感謝各位觀眾朋友們 我們下條影片見 如果你覺得何師傅的影片又幫到你的說話 請記得訂閱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Facebook Page IG以及Twitch 多謝收看 謝謝你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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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